現在看到中電方面的回應 說他們都會四個星期內向政府提交報告 這也是政府的要求 剛才盧偉柔都說到 他們都猜可能跟天氣有關 因為見到中電的總裁羅家俊 他見傳媒的時候都說 因為大概在1點多的時候 星期六那天1點半左右 來報警告生效期間 錄得這個故障 在屯門龍鼓攤化電廠有高壓設施的設備 發生故障 其實如果你說天氣原因 導致有這一類型的故障 其實雷暴警告生效在香港都很常見 甚至大雨、颱風都會出現 是否可能每一次這些惡劣天氣 都有機會引致類似的狀況出現呢 當然其實所有電力設施都有一些被雷的保護系統的 我們叫做Lighting Protection System 其實普通大都會有的 如果是電網當然那個防雷保護更加嚴謹 但是我們知道雷暴這件事是 它究竟每一次行雷究竟多嚴重呢 其實那個分別可以很大的 它可以那個電壓的電流打下來的那一刻 它可以是很高 亦都可以不是很高 我們在那個設計這個防雷保護系統的時候 其實都是根據機會率的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level的保護 甚至去到最高 你用到最高的保護系統 其實都是保護到可能99.9%的行雷 當你行雷是很多的時候 可能有一兩下真是比統計上的99.9%還要高的話 那它就可能真的會受到影響了 所以就不是說每次行雷閃電都會有的 但是如果你行雷閃電次數多 次數多的話 它會出現嚴重的雷擊的情況就會多 而嚴重雷擊真的超過了原本設計去保護到 例如我剛才說到你去到比較高一點的保護系統 可能都去到99.9%是可以保護得到 那你出現的情況就會 都仍然會受影響 所以受影響的意思 它未必是真的全部死光了 因為它再有保護系統 就出現了電壓罩降 當然就是說 現在受一個所謂gobal warming的影響 現在惡劣天氣 其實我們會覺得越來越多 接下來香港亦都會預計越貴 因為惡劣天氣出現的情況會越多 其實大家市民都可能要準備一下 要一個心理準備一下 這個類的電壓罩降 接下來我會覺得 如果可以保持到 其實已經很好 甚至可能會更加多 就因為這個所謂gobal warming的疫情 如果有聲音是否讓人解決 噴火力 開動